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旅途塔比兜无料分享版 欢迎收听旅途塔比兜 我们这一集是第八集的节目 哇第八集了 已经不知不觉过两个月就过去了 这个前面的一到几集啊 每一集我都在想说 这一集录完我是不是应该来有一点新手的东西 有一点趋势的东西 不过因为前几周啊 尤其这个ANA跟阿拉斯加这种大新闻一塞进来 我就很担心说最后录音录不完 所以花了蛮多的篇幅 在谈就是一些改表的事情 你看这个ANA改表阿拉斯加改表 我不知道新手在听这个 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觉得说奇怪了 怎么后面这东西改来改去 不过我想说还是给大家一个强心碗啦 因为呢 真的没有那么常改表 真的没有那么常改表 这个阿拉斯加ANA的改表 就是连续几个礼拜 今年年初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让大家开始有逃难这件事情 不会是每周都会发生 一定不会啦 因为像去年 去年我处理的逃难潮呢 其实就是长荣嘛 因为长荣要改那个四段票 改成两段票 就是你不能中庭啦 那长荣这一个不能中庭 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于我这种住在日本的人来讲 其实就真的有差哦 因为这外战出发嘛 那我能不能够停台湾 对我来讲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但是其实呢 就算没有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因为我从这边转机到台北 我中间不能停 但是我可以另外去组一个可以停的 所以等于我来一回 靠这个去组一组 好像也没有不行哦 所以说我也不会觉得说 真的这个改表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ANA啊 跟阿拉斯加的确就是一些蛮大的新闻 所以我本来上个礼拜 想要来继续进行我的旅途心法第二集 结果就没有办法继续哦 所以这一集啊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旅途心法第二集 好 开始之前 我先来回复一下留言 这个是Bronty的 里程界的轻流 从脸书部落格时期开始关注研究生 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是是一种熟悉的陪伴 看到你回归本业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总是不另于分享 对旅行的热爱 祝福平安顺利 Safe travels and happy flying 好的 非常感谢你 哇 说我是轻流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有啦 没有什么轻流不轻流 等到我开始收费 你就觉得烦了啦 免费当然轻流对不对 收费的东西就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挑剔一下 我知道大家的心态都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 里程对我来讲 毕竟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当然是不吝息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对于旅行的想法 跟大家讲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好了 其实以前呢 我一开始在做研究生的 点数旅行笔记的时候啊 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 所以念书的时候呢 身边就我就开始玩嘛 那身边就很多朋友 我每次讲 讲到后来我都觉得有点累 我就想说不如写个部落格 大家自己看 所以你写了部落格 大家自己看之后呢 慢慢的就没有人烦你了 因为就有部落格嘛 请自己去看 我最近在做这个旅途的时候 也是这种心情 因为呢 我在做日本大特首之后 就反正也是有一些朋友嘛 像日本大特首里面的电通啊 大头 他们也都是用ALM的里程 在出去玩的 我每次讲到后来 我都觉得说 天啊 这句话我已经重复到第三次 第四次了 好的好的好的 我直接录音 大家用听的 所以其实旅途 这个节目的发声呢 大家要去感谢一下 那个东京饭电通跟大头 我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我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我就录音给他们听 那大家就跟着听 说真的啦 其实自媒体一开始都是这样啦 就是觉得说 好吧 我就反正讲给朋友听 我就把它录下来分享 更多人听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这个我为什么会去设 这个所谓的会员制 跟后面的无料分享 我还是希望在这里面 我可以稍微赚一点钱 要不然的话呢 一直持续下去 也是蛮累的啦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觉得说 听我聊的还不错 你也很想要 早一点可以对答案 早一点可以对答案的意思 就是说 当这件事情刚发生的当下 然后你已经算是一个围绕手 然后你想听听看 我的想法 我的观点是什么的话 那就欢迎你 可以参加我们的付费会员 那当然 你要免费听也OK啦 免费听也OK啦 等到我撑不住的时候 会跟大家说啦 不用担心 趁现在还是有免费听的时候 请尽量听 请尽量听 以后还会不会免费 我不知道 花开勘则直虚则 付费有付费的好处 免费 你就花开勘则直虚则 听就是了 好的 接下来这个是 Anita Young 推推 严肃生出品品质保证 资讯量很足很满 需要一直重复听 才能吸收值的订阅 好的 我觉得会不会需要重复听 还是会取决于 你到底对于 这个里程的熟悉度有多少 没有那么多熟悉的话 多听几次 我觉得也是好的 一样的老话一句 我希望大家可以新手 你可以借由这一个节目 经过听了半年 一段一直听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些重复资讯 你慢慢的越来越懂 那当然每一集 我都会给新手一些 比较简单的东西 让你能够跟上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 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要找工作之前 我们都会去看日经 就是那个日本经济新闻 一开始都看不懂 反正你就是每天看新闻 看多了 你就大概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我想要做旅途的 一个心情吧 或许这会是另外一个 可以让你可以慢慢学习 玩里程的一个方式 而且用听的好处是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你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 一边听旅途 好的 那我们的回复就先到这边 好了 我们就来旅途心法的02 第二条 天字第二条 先够再够 这个先够再够 这个其实呢 以一个讲中文的人来讲 去发音这个英文 好像很难发的 很标准 由于尤其呢 前面呢 又是一个中文字 然后两个中文字 中间夹了一个英文字 我相信这件事情 应该 真的很难说的非常标准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反而说不太标准 那个感受还特别深 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要来谈的 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新手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要先定好你的目标 你再开始及你的里程 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在台湾 开始接触里程计划的时候 都应该是跟长荣 跟华航有关啦 因为第一次出去 你做廉价航空 廉价航空基本上 是没有里程计划的 但是你如果去做 有里程计划的航空公司 那大概呢 基本上不是长荣 就是华航了啦 这个几率基本上 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点的 那当然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航空公司 像你去泰国也有泰航啦 你去香港也有国泰啦 你去日本也有日空日航 你去韩国也有大韩跟韩亚航 这些当然都公都有 但是呢 我觉得以刚开始出国的状态来讲啊 比较重要的应该不是说 挑哪一家航空公司 而是如果英文不太好的话 你会觉得说 可以做一个在飞机上 可以讲中文的航空公司 基本上还蛮好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都还是蛮重要的 我印象很深刻啊 以前在带团的时候 带团的时候呢 因为有很多的客人 其实是完全不会讲英文 也不会讲日文哦 如果我们今天做的航空公司 是长荣跟华航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都会很放心 但有的时候啊 你如果去做日航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你看是不是跟很多 自助旅行的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有时候自助旅行会觉得说 哇好棒哦 我终于可以做到日航了 因为日航比较贵 但其实没有哦 这个还是要看一个使用习惯为主哦 那最一开始 如果你拿到里程的方式呢 就是做长荣跟华航的时候 可能柜台的人跟你说 你这个可以累积里程哦 你要不要来加入一下会员呢 如果你已经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加入会员的话 你加入会员开始集里程的那一个当下 你是没有目标的 你当下的想法应该会是说 我现在钱包 反正有人要送我钱 我就放进去吧 至于这个里程要怎么用 比较好 或者是呢 不要用比较好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那个里程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我身边有很多那种 拿长荣钻石卡的长辈们 他们就是这样子 一路挤里程下来 然后我问他们说 你们最常使用 去刷卡的里程都来换什么 他就说拿去换了iPad 我跟你讲 我听到换iPad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瞬间 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还记得我前几集有跟大家来算数学 为什么会头皮发麻 因为你如果刷卡赚到的里程去换iPad的话 那我就会说 你还不如拿 你还不如拿这一个现金回汇卡 拿现金回汇卡去买东西 你还不用去从那个本子里面硬去挑一个 你不见得真的要的东西 现金多好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如果说是坐飞机 不小心得到的里程 那就算了 你就是当做开始 但是你如果刷卡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前几集 我刚刚聊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一开始 大家在玩里程的时候 你还会去说 对 我现在在玩里程 所以说 我在玩里程的情况之下 反正我就是随便急 随便急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当礼物 但还记不记得 里程不是免费的 你今天如果是刷卡 你不拿里程 你也会拿现金回汇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最一开始 你开始玩里程的时候 是坐飞机的时候 人家送你的一点点数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计划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 可以听一下这一集 我们的心法 好好地去把你的观念 稍微调一下 为什么我要讲 先购再购呢 这其实也是跟这一段 历史的奄远有关 以前 在十年前 我在教大家玩里程的时候 我通常的建议都会是说 你今天最常做哪一家航空公司 你就及他的里程 又或者是说 做那一家航空公司 所属的联盟的 其他公司的里程 像是长荣的话 在以前可以去玩A3金卡的时候 我就说你去集 爱琴航空公公司 因为他们都是星空联盟的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 长荣你就会去集ANA 但是现在 因为你绝大多数的里程 都不是靠飞来的 绝大多数的里程 你都是靠信用卡刷来的情况之下 那这一个想法 我觉得就可以稍微转过来改变 好 什么叫做转过来改变呢 首先你先不要去管 你有多少里程 你也不要去管 你有多少航空公司的飞机 你常常飞 统统都不要管 全部都先归零 全部都先归零 你先想一下 你到底要飞去哪里 我们来想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 你一个人飞吗 还是说 你通常都会跟 你的另一半一起飞 还是说 你通常会跟全家一起飞 这件事情 就会是第一个 还蛮重要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我在十年前的情况之下 那个时候呢 玩里程还不多 四个人一起飞还算容易 现在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也就是说 在玩里程的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我都会说 你可能最后 你要去 很方便的 去兑换票的话 可能只有一张票 两张就很难了 四张几乎不可能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订定你的目标 我们的go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个目标的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想的 你平常大概会是多少人飞 再来第二个就是 你通常会去哪里 去哪里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如果说你的旅行习惯呢 通常都是在亚洲 比方说呢 我就是从台北嘛 我就飞个香港啦 韩国啦 泰国啦 越南啦 日本 这就是短程的 那再来 下一个 如果说你想要去 长城的 比方说你想要去美国 欧洲 那这些就是比较长的部分 这就是你要去定定的目标 就是你要去哪里 我们先来谈 第一跟第二 这两件事情吧 首先呢 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飞的人数 非常多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人飞的很多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要换 短程的经济舱 我觉得还算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要换到短程的商务舱 或者是长程的商务舱 我觉得困难度都会相当的高 那以短程的经济舱来讲呢 就是说你从台北 去兑换到香港 到日本 到泰国 假设你今天 你的人数是四个人 我想要有四个人去越南 OK 这个是一种选择 或者说我要四个人去东京 这是一种选择 我要四个人去曼谷 这是一种选择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有一个人的话 我就会想说 我一个人 我想要一个人去东京 我想要一个人去哪里 搞清楚几个人飞要去哪里 好 再来你就可以算一下 所谓算一下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是要去飞 短程的情况之下 四个人你大概要集到 多少里程才够用呢 以长荣来说好了 长荣一张亚洲区的经济舱机票 是三万五千嘛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准备四个人的话 那大概就会是14万 14万才有办法换一张经济舱的来回 好 但是你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前几期在聊的咯 长荣的里程不见得是最适合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要来日本的话 有没有更适合的呢 有 像ANA的话 淡季的话是台北东京是来回一万七嘛 但来回一万七 ANA的票 其实它放的不是那么的多 以现在来讲 放的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呢 你就要去思考说 哇 一万七乘以四 是七 二十八 一万七乘以四 这样是多少 六万八是不是 好 这个六万八千里呢 你就可以四个人全家 从台北飞东京来回机票 但是我刚刚有说 这个数字 你要换到四张票 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我这个时候就来想说 好像去东京还有哪些可以选的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有聊到说 你可以去买里程再用里程去换机票 对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说 无论我的目标就是四个人要全家去日本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说 用阿拉斯加航空去换新宇呢 对 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阿拉斯加航空换新宇的经济舱来回是多少 一万五千 所以一万五千的情况之下 那四个人呢 那就会是六万 就会是六万 好 这是阿拉斯加航空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聊一个长城的好了 长城的话呢 就是长城商务舱嘛 所以长城商务舱的话呢 你就会想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欧洲 长城商务舱来回的话 我可以有什么选择 那当然这一个选择呢 最明显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直将要改表的ANA嘛 我要九万三千里 我就可以去到欧洲 那当然改完表之后就没有那么便宜 要十一万八千了 就比较贵了 但是你也可以算得出来 大概要多少里程你可以去换到 好 总之第一个 你先想一下你的目标 然后呢 这一个目标呢 你先列几个下来 因为等一下会教你删去 删去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放弃 那个可能有点困难 你先列几个目标下来 我一个人可能想要去哪里 如果是两个人 四个人想要去哪里 大概的目标先把它列下来 然后呢 你先用你熟悉的计划 先去计算一次 什么叫做熟悉的计划呢 就是长城华航很明显嘛 你看一下长城华航 你要累积多少里程 再来你可以用一些 我在节目里面常常去聊到的计划来算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换成别的计划的话呢 那大概会是多少 好 你可以稍微把它算一下 算完之后啊 你脑中大概就有一个数目了 我大概可以集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 用多少的里程 我就可以去到哪里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到了下一步 就是说你的里程要怎么获得 我刚刚有说到说 你可以用我常聊到的里程 去计算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大概会知道说 哪一些计划 是大家常常会去用的 不太常用的 我当然就会节目比较少介绍一点点 很多人会期待我去讲 那种就是什么很冷门很偏门 说真的很冷门很偏门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不见得是那么实用 不见得是那么实用 不过这个我们之后 会再慢慢聊到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会要你去思考的计划 大概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 你从台湾直飞可以出发的 航空公司的计划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坐在台湾还要去想 我觉得太复杂了 先放弃它 那当然就很简单了 什么台湾的就长荣华航 新宇之类的 第二种计划 你刷信用卡的情况之下 可以累积到的里程 因为你总是要取得它嘛 对不对 你总不能没有任何的方法取得它 第一个是你会飞 飞你就可以拿到它嘛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你如果刷卡可以补齐的话 那也蛮重要的 那以刷卡可以补齐的情况之下来讲 台湾大概就是 长荣华航 新宇 国泰 然后日本的两家航空公司 日空日航 这家航空公司 基本上你都有联名卡可以办 所以你只要有联名卡可以办的 你就会是一个 只要刷卡 你就可以里程的方法 但是台湾还有一些卡 是所谓的灵活点数 所谓的灵活点数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去刷这些卡 像汇丰旅人卡这样子的卡 刷了之后 里面的这些里程 它可以转到很多很多家 不同的航空公司去 这个时候就有趣了 如果有一张卡 它里面的里程 可以转到各式各样 不同的航空公司去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从这里面 去反映到说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我可以转到日本航空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日本航空 来算一算我刚刚的计划呢 我要台北到东京 日本航空两个人 需要多少里程才能够换呢 你可以算一下 然后那里面呢 假设它可以出现一个联合航空 联合航空要怎么换呢 你就可以稍微算一下 那当然这个算呢 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 也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有些航空公司啊 它有给你表格 你是算得出来的 但是有些航空公司 你是算不出来的 因为它本身没有表 所以你只能够直接到 它的官网去搜寻一次 查查看到底要多少里程 要没有别的方法了 甚至有一些啊 就是节目中应该 比较不会介绍那样子的program 因为这太麻烦了 甚至有一些program啊 它不但呢 没有给你表 然后呢 你网络还不能查 到底要多少里程 不好意思哦 打到定位组去 它才会告诉你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太麻烦了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所以这种基本上 我都是一开始就先放生了 好 这种极端的状况先撇掉 想一下 在台湾 你靠刷信用卡 可以得到里程的那些计划 有哪些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长龙 华航星鱼 然后两家日本航空公司 然后国泰 亚洲万里通 然后呢 还有那种灵活点数的哦 灵活点数呢 其实除了汇丰之外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别家啦 不过别家呢 好像没有汇丰旅人卡 有这么多的航空公司可以换哦 好 这个是下一件事情 好 会有卖点数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用现金买它获得点数 所以呢 这些program啊 这些计划啊 你也可以稍微犹豫一下 想说好啊 那既然这些呢 我也可以去用买的方法得到里程 那它也可以列入到我的计划当中 好 所以 你看哦 你要去列计划的时候 多少人飞去哪里 接下来下一个 你可以去思考 多少人飞去哪里 算出来它一共需要多少里程 然后需要多少里程的时候 你就去看说哪些航空公司可以 然后有三种 第一种是从台湾有出发的 第二种是呢 你可以从信用卡刷到的 第三种是呢 你可以直接买的哦 直接买的 你就不用管它多远了啦 因为阿拉斯加那么远的东西 台湾人都可以讨论了 日本人也可以讨论了 所以你就不用烦恼 你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去过阿拉斯加了 好的 接下来你就可以算钱哦 算钱的意思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呢 你可以去算算看 你如果平常飞 可以自己积到多少里程哦 但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 以现在来讲啊 你要靠飞取的里程啊 真的已经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哦 因为呢 很多经济舱的便宜票 它根本不给你累积 或是累积的频率 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觉得要算的 大概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呢 你手上拥有的那一张信用卡 你要去刷到 这一个距离的时候 你到底要消费多少钱 你才能够累积到 这样子的里程 那你就可以算说 我一年可能会消费多少 两年可能会消费多少 三年可能会消费多少 然后我就把它计算出来哦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算 就我刚讲的 你如果可以用买的情况之下 那买的就很简单啊 反正你付钱就好了嘛 你就直接就算说 啊 这个目标是怎么样哦 好 我会建议大家呢 无论如何给自己一次机会 不要直接买里程 当然直接买里程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去累积一个不用买里程哦 你一定要自己哦 稍微的给自己一个目标哦 算一下哦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到了第四步了 就是我们已经算好 你要消费多少钱 你才能够去累积到它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以直接买里程进来哦 接下来啊 你就要去思考年限了 什么叫做年限呢 你如果是在一个里程 放在一个可以灵活点数的计划里面的话 它可能不会过期 也有可能会两三年过期 所以它会有过期的状况 再来呢 过期之前你一定要把它转出去 转过去之后的program 它也会有过期的状况 比方说ANA 它的里程三年会过期 所以你大概就会知道 如果三年没及到 哎 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过期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来好好的谈这件事情 我一般建议哦 不管有没有过期 你不要把你的这一个目标 设定到超过三年 绝对不要超过三年 为什么呢 第一个啊 基本上呢 绝大多数的航空公司 除非它原本的兑换计划已经够烂了 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改的更烂了 否则的话 通常大概来讲 三年左右应该会有一次小改表 那当然呢 三年有大改表的机会也是有的哦 那还有就是说 比方说有些大事情啦 航空公司合并啊什么的 通通都会改表 所以改表的机会非常多 所以你把它放到三年以上啊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把那些里程点数放在那边 放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贬值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相当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三年大限 这是我通常会提醒大家的哦 不过三年这已经是最远最远的距离了哦 我通常还是会觉得两年大概是稍微保险一点点 尤其是呢 如果那个表格才刚改完表的话 你大概可以抓三年 但是没有改的表的话呢 我觉得两年大概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依照我们刚刚前几步的数学 你算出来之后 假设你算出来说 哇 我一共要花一年消费到一百万台币 我才有办法换到这张机票 如果你算出来这件事情 然后你发现你一年的消费 根本不会到一百万台币 好 那你就拆两年哦 那两年的话呢 这个五十万五十万 大概就要这样子拆下来了嘛 对不对 好啦 那你就全部都拆下来之后呢 你再去累积它的时候 你就会再去算说 诶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在它两年跟三年大限的情况之下 我到底能够累积到多少呢 好 假设你今天你的目标是 我要换到一张 从台北到欧洲的来回机票 然后呢 我算了一下 好啦好啦 我最后要去集ANA 然后算出来之后呢 我要去消费的那一个金额 哇 糟糕 我怎么消费都消费不到 我就会跟你讲 你先不要把目标放那么远 你先把目标放近一点 因为那个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承担的 你如果集到最后 你根本换不出那张票 那你要怎么办啊 像AN的里程你也不能买 然后呢 你如果刷卡刷不到 你就要到处想办法去跟人家说 能不能让我刷卡 能不能让我刷卡 这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那你如果飞的又不够多 你集不到就是集不到 所以当你现在听到这一个地方 你发现 你刚刚前面订的目标 实在太好高骛远了 你实在是办不到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开始好好的检视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开始检视你的消费了 你消费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 你的目标就不能定的这么远 绝对不能定的那么远 因为你累积不到 好的 这个时候 有没有觉得好像可以删掉一些选项 删到最后之后呢 只剩下一个 两个人去日本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 或是说你删到最后呢 只剩下两个人去香港 我觉得也不错 反正总之啊 你一定要给你自己换到第一张票了 你的那一个目标 你一定要让你在两年之内能够换出你的第一张票 如果你换不出来啊 我跟你讲哦 你真的会觉得头痛到不行 你真的会觉得头痛到不行 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玩这个游戏哦 千万不要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哦 已经在讨论几件事情了哦 第一个 你要先定例目标 多少人飞去哪里 第二个呢 你就要去看说 我把它算一下 一共需要多少的里程 你要去算哪些航空公司的计划呢 有三种 第一个从台湾飞出去 你可以靠飞行得到里程的计划 第二个刷卡你可以得到的里程的计划 第三个 你可以靠买而得到里程的计划 买的那一个 你基本上不用去管它 因为买的那一个你随时都能买嘛 只是你买便宜买贵而已 那个的思考模式 我已经在前几集已经跟大家聊过了 我们就来看刷卡的这个部分 然后刷卡的这个部分呢 你就要去思考说 我到底要刷多少钱 可以在两年之内可以换到这张票 我来讲一下两年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会讲两年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 如果说你在刚开始玩里程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里程完全换不到票 里程换不到票这件事 我之前在日本大特的时候的 《周末不了日本》有聊过它 所以我应该会把那一集的节目 就是用某种形式放到旅途这边来 就是让旅途这边可以稍微整理一些类似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这边 那既然呢 你会有所谓的里程换不到票的问题呢 你要怎么克服它呢 克服里程换不到票的最大的方法就是 票一放出来你就要换 票一放出来你就要换的意思就是呢 你今天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是4月13号 所以你大概要换的是明年3月的票 你如果在4月的时候换明年3月的票 基本上你要换到票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 我接下来的一趟旅行 我不是要从东京到台北 然后还要再到泰国去吗 这张票呢 其实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开的票 你看是不是整整的一年前哦 对 因为一年前去开这一个票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给自己一些 比较大的灵活弹性 所以说你看哦 你如果是急了两年 然后你要去换票的时候 你要去换一年后的票 加起来大概已经是三年左右的时间 是不是觉得超级遥远呢 那你在这期间 你还是会出国对不对 你还是会买机票出去玩 你只是说那一个里程的部分 你继续去累积它而已哦 诶 玩一个游戏 你玩了三年 你都还没有成就感 你要怎么办 几里程已经很麻烦了 换票更麻烦 然后你在那边玩了三年 你都没有换成功一张票 你还不放弃这游戏 我都会劝你放弃了啦 因为那个熬在那边多辛苦啊 最真的两年为计划 最晚最晚三年 你一定要换到这张票 因为呢中间不但有可能会贬值 而且呢你也会开始 有一点点的没耐心 好的 这个就是呢我今天要聊的哦 定好目标之后 你再开始进行 那你开始进行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说 你办信用卡到底要办谁咯 至于办信用卡 这个是说你要是用离活的里程 还是说你要用联名卡 这个我之后的节目 可能下一集或会下下集 会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 帮大家解决一下选择困难的部分 好的 这个阶段的最后面呢 来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件小事情 我不是会有跟大家聊到说 所谓的用买点数去换机票 有可能会比较划算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啊 当卡已经可以用阿拉斯加换新语之后呢 我都开始建议我身边的人 一定要去给他换过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呢里程查票 里程换票 这是一个关卡 你一开始集不到里程 你会觉得很烦 但是那个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不是赚钱啊 最难的是花钱 什么意思啊 我们平常都会觉得 最难的是赚钱对不对 然后呢花钱很容易呢 但是呢 在里程的世界里面 你一定要转过来 花钱比赚钱还难啊 花钱比赚钱还难 花里程比赚里程还难啊 好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标题 后来讲一下 花里程比赚里程还难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你现在在赚里程 你已经觉得够痛苦了 花里程你一定会觉得更痛苦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试试看买一次阿拉斯加的里程 去兑换一次新语的短程机票 当然呢 我前几集已经教大家怎么算了 你去算一下稍微有点划算 你去换过他一次 换过他一次 觉得爽过一次 觉得说哇塞是太划算了一次 你才有动力继续玩 好我们的旅途新法的新够后够 我们就聊到这边 好 那我相信老手应该是完全没问题了 听了就觉得全部都是废话 但是新手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东西 我已经很刻意的把一些重点的地方 重复两三次了 毕竟这是Podcast 并不是YouTube 重复几次 让你能够听清楚一点 好的 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 这个礼拜的一些有趣的新闻吧 有趣的新闻 哇这礼拜事情非常多 还好里程没有在特卖了 否则我真的是抱不完 我先来讲一下这一次的里程特卖好了 里程特卖基本上 现在只有一个Choice的点数在特卖 Choice的点数这次的特卖 是40%的增加 所以说你可以有0.74每分左右的价格 你可以买到Choice的点数 一直到4月30号为止 不过因为你知道 我前几期才聊到它有50%的特卖 所以说40%的特卖并不是最好的 假设你现在刚好要出去要订 然后你的点数又不够的话 你可以去刚好需要补一下 但是没有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囤点数 等到比较适合的时候再来填 然后接下来我要来聊 这个所谓的一年一度的里程大拜拜 每一年的点数都会有一次的大特卖 这个大特卖叫做Daily Gateway D-A-I-L-Y-G-E-T-A-W-A-Y-S 这个是US Travel Association 它所去办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真的办了非常久 我从在美国的2011年 2012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看到这个活动 而且我后来也在买 我也连续好几年在网路上面介绍 说要去买这个点数 我还记得很早 2013年我刚开始写部落格的时候 那个时候越常来日本 我就开始买Choice的点数换日本的饭店 结果这个写出来之后 发现大家都很有这个需求 所以现在Choice点数换日本饭店 已经变成是一个 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好anyway 我其实这次刚好也有Choice的点数特卖 我稍微讲一下好了 Choice的点数特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哪一家饭店集团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东京有几家饭店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Choice的点数 去换到饭店 也就是说当你选择用买点数的方式 去买Choice的点数 在用Choice的点数去兑换清晨白河 或是神田的饭店的时候 哇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让你惊讶的价钱 在上面出现 因为你看这一周的Choice点数特卖 大概是0.74 对不对 所以0.74的这一个价钱 假设你今天你去8000点 像那个东京很多都是8000点 8000点算下去之后 美金算下去再乘以台币 可能2000块台币不到 你就可以住到一晚商务饭店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每次都说 东京有几个饭店 真的是很像宿舍 因为我有一次去找朋友 我就发现哇塞 那一栋好多台湾人 大家都是用点数订来的 好 这个我先不差题 Choice点数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个你可以买 那我要来讲 Daily Gateway 那Daily Gateway 在20 大概我记得好像1718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有买过一档 是凯越的点数 超爆划算 但是超级难抢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抢到的 抢到了之后 就用吧 要不然怎么办呢 我到现在都还没用完 好 这个Daily Gateway 其实是比较早期 一年一度 它会找很多的饭店 去来做特卖 有点像是台湾的旅展 但这个旅展 是线上旅展 而且我觉得好玩多了 因为它会去卖一些 饭店的一些便宜的 比方说礼品卡 礼品卡的意思就是 像万豪的礼品卡 就是说 它可以打八折 那你如果说 你原本要付1000块 你等于只要付800块 所以你买礼品卡 你到时候付现的时候 你等于就可以 比较划算一点点 那当然 最有趣的就是点数特卖 Daily Gateway 里面的点数特卖 卖了那么久 那今年呢 我已经报第几年了 报第几年了 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 这么划算了 原因是因为 大家发现点数特卖 可以赚钱 大家都自己在卖了 没有人在跟Daily Gateway 卖了 所以说Daily Gateway 卖点数这件事情 我觉得已经慢慢的 已经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它 但是为什么它也是很重要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通常一家饭店集团 它让你一年可以买的点数 是有上限的 你买完上限之后 你就不能再买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 如果住的很大量的话 他每年都会买到上限 每年都会买到上限 就是所谓的 囤点数的意思 那你若使用了很多囤点数 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 因为呢 你每一次在订饭店的时候 你都可以马上拿出来比较 到底现金便宜呢 还是点数便宜呢 你若有囤一些的话 但是呢 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你发现 一直都是点数比较便宜的时候 你就一直用点数 一直用点数 最后会用完嘛 用完之后 买点数再去换饭店的这件事情 你就不通用了 因为你已经不能再买更多点数了 这个时候 Delicate away就可以帮助你 因为这边买到的点数呢 是不会跟 原本饭店集团里面的上限 去做合并的 那Delicate away呢 我想要来跟大家来聊 这一次的三周里面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从下周 4月16号开始 一路会到5月1号左右 应该是吧 我看是5月1号 我就先来讲 接下来的几天 接下来的几天 他会卖什么东西 以及我觉得 你适不适合去试试看 要不要去抢一波来用 然后下个礼拜 4月22的 我会下一集再教啦 然后4月29的 就下下集再讲啦 要不然 无论我今天全部讲 我们就不用讲别的了 好 4月16号呢 他要卖的点数是什么呢 其实他要卖的点数 就是IHG的点数 那这IHG的点数呢 他一共有卖5种 有卖25,000点的啦 然后又有卖2500点的 然后最多呢 是10万点的 换算出来的价格 大概就是0.5美分左右 IHG的点数的0.5美分左右啊 基本上呢 会是他平常在卖的价钱 因为平常 我有在跟大家聊到 所谓的点数特卖的特报 点数特卖的这个 我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呢 IHG啊通常卖的价格都会是0.5美分 不过IHG的0.5美分呢 最后一次特卖到2月4号就结束了 所以现在如果很缺的话 我觉得Daily Gateway 4月16号 我觉得是可以来稍微补一下的 这可以稍微来补一下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假设你已经0.5美分去买 这个IHG的点数已经买到 完全的达到一年上限之类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一个地方再去补一些进来用 但是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去等 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再买 你也可以在Daily Gateway的时候来抢一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买满 因为你如果一年可以买15万点 然后买一送一等于有30万点 我一年是不管怎样 我都不可能用掉30万点的爱需点数啦 所以买到上限的机率我觉得是蛮低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倾向于说 如果你现在如果没有点数的话 你可以趁这一波补一下 因为你不知道IHG的点数的下一次 是什么时候开始卖 好再来是17号 4月17号 那4月17号的拍卖呢 都是拉斯维加斯的饭店 那拉斯维加斯的饭店呢 我觉得这就有点见仁见智了 因为拉斯维加斯的饭店呢 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去那边了 所以说到底划不划算 或者是说那一晚要多少钱 你觉得才是合理的 我觉得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稍微 算一下喔 但拉斯维加斯的饭店呢 每一组卖的数量不多 每一组饭的算量不多 然后你如果去看了之后 你觉得还蛮适合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跟点数比较无关 我们就来看4月18号的特卖 4月18号的特卖呢 最主要呢 是跟那个环球影城 在奥兰多那边的特卖有关 所以说如果假设你有计划要去奥兰多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他的入场券的特卖 有比较好的价钱 还有vocation的package也有 好一样的4月19号 这个也是跟游乐园resort比较有关的 这个我觉得就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了 啊不对耶 4月15号没讲 对对对 4月15号没讲 4月15号呢 也就是接下来星期一的时候 他要卖的是希尔顿的点数 那希尔顿的点数 他要有三种不同的package可以买 平均下来的价格也大约是0.5美分 所以一样的状况 如果说呢 你需要补的话 你就去补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知道官方的希尔顿啊 其实他还特卖到5月14号 所以你也不见得要去抢delegate away 所以我反而觉得希尔顿 反而是更不需要买的 反而是更不需要买的 因为你现在你看 5月14号都还在卖 所以以下一个礼拜来讲呢 我会觉得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就买iHG的点数 可以稍微囤一点点 iHG的点数 我通常都会让他保持水位 大概在10万点左右 以免我现在要出去 要去住的时候 忽然没有的时候 然后又比较划算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尤其是呢 iHG的点数呢 跟希尔顿的点数 什么时候用是最划算的呢 iHG的点数呢 因为你如果拥有 美国的iHG的信用卡的情况之下 你每订3万 第4万免费 所以我通常使用iHG点数 我如果是搭配着美国的iHG的信用卡的话 我如果做到4万 我一定是用点数 通常算出来都会比现金便宜 所以这个算是我还蛮常运用的一个状况 那希尔顿的话呢 是第5万免费 所以假设你平常在看的时候 希尔顿用点数换饭店 假设跟直接用现金差不多价钱 但是第5万免费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是比较划算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第4万免费 第5万免费的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在心上喔 每一次如果你要订饭店的时候 碰到连锁饭店集团 你一定要double check一下 到底是买点数去换饭店划算 还是直接订划算 如果你今年你已经预计有旅行计划 而且要订饭店的话 赶快查一查 假设你想要去做那一个饭店呢 买点数再去换 比较划算的情况之下 这一波我觉得iHG应该是可以买的 没有问题 好我们来聊一些这个礼拜的新闻 有一些大的 有一些小的 我先来聊一个最大的吧 就是北欧航空 SAS呢 他已经确定 要在8月底要离开星空联盟 要加入天和联盟 那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酝酿非常非常久了 因为其实这个北欧航空呢 在疫情之间啊 几乎是破产 破产之后呢 是法航跟核航 他们去救他的 那当然法航跟核航呢 因为他们是天和联盟的创始会员嘛 所以救了他们之后呢 现在整个天和联盟 他等于说 入了股之后 SAS回归到 不是回归啦 加到天和联盟 也算是比较合理一点 反正总之呢 他终于要离开星空联盟 加入天和联盟了 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影响我非常久了 因为啊 星空联盟 现在的机票 要去换北欧航空 我已经常常都查不到了 真的非常难查 就哪怕是短距离的 我觉得应该要有的 都没有 真的是蛮少的 真的是蛮少的 不是完全查不到 但是真的是蛮少的 那当然希望说他到天和联盟之后 会比较好查一点点 好换一点点 好 再来下一个新闻 这一个是卡到航空 这个接下来 5月1号到6月30号为止 你如果去搭乘 阿拉斯加航空的话 可以得到两倍的 Avios的积分 那这个呢 我觉得 可能在听节目的人 运用性不太大 但是我自己觉得 好像有机会运用到它 所以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吧 好的 接下来这个呢 我觉得有点sad 但是这个伤心呢 好像也不是真的那么伤心 因为好像也 新加坡航空 新加坡航空的Chris Fire 他要取消掉环球票的兑换 那说坦白话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兑换过 他的环球票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sad什么 因为我很少把我的里程 放在他们家身上 新航的里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只有使用过一次 那一次呢 真的是单纯把我的新航 单纯把我的里程 转到新航去之后呢 用新航的里程换了一张 他的头等舱机票 就这么一次 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 就这么一次 而且你知道 因为太久没用了 那个账号还被关掉了 我后来还得重新再申请一次 你看连那个做 头等舱的那个记录 都被消失了 总之 新航的里程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没有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在以星空联盟来讲呢 比较少去讨论到 新加坡航空的里程啦 但是假设你今天 是住在新加坡的话呢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在新加坡的话呢 你会有一些很local的东西嘛 就有点像是说 我住在日本 日空日航 即便不是最好用的 但是对我来讲啊 它会因为 我住在日本的关系 加成上去 就像是在台湾 长龙的里程 不见得是最好用的 但你如果住在台湾 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件事 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 再来就是呢 有一个所谓的 资格配对的计划 那这个配对的计划呢 我觉得有点小复杂 我就稍微讲一下下 这次的这个配对的计划呢 其实是英国航空 它可以让你住在 美国跟加拿大的人 可以去配对 英国航空的公司的 比较中高阶的卡克 那当然这里面的配套呢 有包括像是什么 加拿大航空啊 汉沙航空啊等等 重点是呢 里面还有一个 维珍大西洋 所以维珍航空呢 你也是可以去做 资格配对的 那为什么讲到 维珍航空可以做资格配对呢 因为啊 有一些计划 你是可以资格配对到 维珍航空的 比方说像美国航空 英国航空 国泰之类的 所以假设你今天啊 你想要去配对 这一波英国航空的 这个资格配对计划的话 你可以去运用一些 比方说像是 国泰的会员 先配对到维珍 然后再从维珍 再配对到英国航空 你会觉得很复杂 我讲一下 什么叫资格配对好了 资格配对就是说呢 有些航空公司 它会允许你 如果有某一家的会员的话 你可以配对到 另外一家的会员 你的中高阶卡客 是可以带过去的 当然 这些这个配对 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挑战 比方说像维珍航空 它的配对 它会要求你 一定要有付费的航班 做了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 得到配对之后的结果 那这个详细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 跟大家聊了一下 就是有这样子的新闻在 我想这个 美国的各大部落客 像那个TPG的 Point Sky Loyote Lobby 或者是 One Mile of Time 应该都会介绍 这三个算是我蛮常看的 我稍微聊一下好了 ThePoint Sky 因为他算是蛮早开始做的 他本来也是在做 consultant的人 所以他开始做这件事情 算是比较早 而且是用公司化 经营的方式去做 他的文章 我觉得以现在来讲 已经越来越 美国本土化了 外国人看起来 可能会有一点点累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 旅游为主 当然里程也有 但是旅游新闻非常多 我碰过他两三次 都是在机场的贵宾室 而且我那时候 跟他合照的时候 哇塞 他真的是有够高 好像200公分之类的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非常早期开始在美国 以大规模开始在推广的人 那One Miles at a Time 也是一个 我还蛮常看的一个部落格 那我很会看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很早期 我就在看了 他还没有爆红之前 One Miles at a Time 的作者叫做Lucky 他的算是师父吗 师父是Gary Gary应该是 views on the wind 所以那个时候 基本上他们两个 是一起出来的 Lucky就是从他那边 带出来的 一直到后来Lucky 他上了Rolling Stone 这份杂志之后就爆红 那爆红之后 当然他现在可能比他老板 还稍微有名一点点 应该说比他 以前的师父 还稍微有名一点点 我很喜欢看他的东西的原因 是因为他才蛮幽默的 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幽默了 现在写的东西比较中规中矩 以前写的还蛮搞笑的 所以我就算是他的小粉丝 一路看到现在 那Loyalty Lobby的话 因为他我印象中 他应该是住在亚洲 那好像是我有点忘了 我真的是有点忘了 对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跟他有联系过 那他的文章的好处是 因为他会把这些 比较属于饭店集团的 全部都归门别类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 去找到一些 就是饭店的资讯 这三个部落格 应该算是我最常看的 那当然 就是像Feedley里面 我会去整理各种部落格 还有像是Flyer Token 这也都很常看 总之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参考啦 好的 再来是IHG的饭店特卖 哇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这个到4月18号为止 到4月18号为止 你如果在4月18号为止之前 订日本的饭店 到今年年底 你4月18号之前订 但是你可以念到 今年的年底 你如果会员入住 三晚以上 可以打八折 而且还含两份早餐 那IH在日本有什么饭店呢 你看那个在冲绳 冲绳有两家周际 然后像在宫崎也有饭店 然后呢 我想看还有哪里有饭店 还有像是Indigo 日本有好几家Indigo 总之呢 我觉得日本IH旗下的饭店 很多都还不错 而且ANA的度假村 我反而不觉得 它真的是特别好 所以反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真的只到4月18号为止 其实每一年 希尔顿在暑假都会有一次促销 IH也会有几次促销 这种大促的时候呢 我通常我都会去看一下 如果适合我去订下去 总之 直到4月18号为止 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去订 今年年底之前 日本的IHG的饭店到三晚以上的话 赶快去订 你从官网上面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优惠资讯 好 再来有一个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假设呢 你在5月6号之前注册完成 并且在7月7号之前入住希尔顿饭店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获得1000点的达美的里程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小诡异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想说真的吗 我就去注册了 真的可以注册 所以我就把它注册下去了 不过呢 它总共上限只有3000里 而且就等于说你就是三次住宿啦 一次1000 三次3000 你如果刚好会去住的话 不拿白不拿啦 因为以前的希尔顿呢 是有一阵子 是你两个都可以拿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说 你要拿点数加里程 或者是拿两倍点数 以前有非常多这种促销 但现在已经很少了 那现在 它这个等于说 你只要注册进去之后 你把它登入你的达美的序号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拿 我自己认为 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不注册的吧 可是没有什么好不注册的吧 你如果要注就顺便拿一下嘛 那但是呢 我看它这边有一个 就是我看是LotiLobby它写的 它说啊 就是你必须要以美金支付 这件事情让我头有点晕 就是说到底美金支付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并没有说只有美国能用嘛 总之呢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再来是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Choice Choice 因为现在在特卖嘛 我刚才也聊到几次了 Choice的点数呢 你现在呢 可以去订I Prefer底下的饭店 这个Prefer Hotels里面的饭店 Prefer Hotels啊算是很早期 我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还蛮喜欢看它的饭店 像那什么Tablet 或是I Prefer 这些饭店蛮有趣的特色就是 他们基本上会去收集那种精品饭店 所以我时候都会去看说 它到底收了哪些饭店 想要去特别住住看 好总之呢 这个Prefer Hotel Group 它本身跟Choice呢 现在 它本来你就可以用Choice的点数兑换它 那现在呢 它已经整合到系统里面了 你已经可以在线上直接去订它了 但是Prefer Hotel呢 因为呢 这个怎么讲呢 有一些也蛮贵的啦 如果你去弄什么瑞士啊 什么欧洲很多都有它的饭店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考量一下 但是啊 我觉得 你点数有多的出入总是好事 因为你点数呢 你有多的出入 你去订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说 I Prefer Group里面 我用现金订划算 还是买点数再去订划算 就是给大家多了一个 可以去参考可以玩的东西啦 好的 再来是ANA ANA呢 它接下来从今年的夏天开始 会提供免费的网路 这个国际线的网路 因为国内线本来就有了啦 ANA在国内线 本来你就可以用网路了 所以说它就是把国内线 延伸到国际线的上面去 那国际线的免费网路呢 现在是商务商可以用 不过它预计呢 明年会开始提供给经济商 或者是豪华经济商之类的人 可以去使用那种比较短程 不是短程啦 比较少的网路 总之呢 如果你从今年夏天开始呢 做ANA的商务商 你可能就可以开始使用免费网路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到 因为我有一段 是7月的曼谷飞东京的ANA商务商 不知道那时候能不能用 那经济商的情况之下就是明年啦 它会开放一些比较简单的 算什么 流量比较少的网路来给大家用 好 再来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国泰 国泰呢 它接下来呢 要把它的77300ER上面的商务商呢 就是换成新的商务商 然后原本的头等舱 它就会把它拿掉 那之后呢 它只会在新机啊 7779上面呢 才会有新款的头等舱 当然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快啦 应该说 它要拿掉这件事情会先发生 但是新的上面有头等舱 不见得那么快会发生 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是 国泰没有头等舱的呢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吊诡 有点吊诡 我有点搞不太懂 我下次如果有机会碰到国泰的人 帮大家问一下好了 我真的还蛮好奇 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 这个如果国泰的头等舱 你还没有做过的话 好像可以去做做看 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段空窗期 你没有机会做国泰的头等舱 好了我们今天的旅途 塔比豆就到这边了 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今天所收听的呢 是会员抢新听的版本 你会在4月13号听到这一集的节目 但是如果你今天收听的是 无料分享版的话 会在两周之后 也就是说你现在所听到的时间 是4月27号 下一个礼拜六 我的日本大车艘那边 会办一个线下活动在台北 所以如果说你有来参加的话 这我们就那一天见了 那接下来我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 因为旅途我还是蛮希望 每周可以更新的 所以下周下下周啊 应该会是我做Podcast以来 第一次带着器材出国 我自己有点小小期待啦 不知道这种带着器材出国 录音加剪接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下个礼拜 如果你来参加我的线下活动的时候 或许你就已经会听到 我是在旅行当中所录音的节目了 那当然下下周也会是 为什么很期待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每次录音都在东京录 所以不管怎么录呢 那个旅游的感觉都没有这么强烈 如果今天我是在一个 曼谷的饭店里面录音的话 会不会一边录的时候 有一种兴奋的旅游感呢 可能会吧 我自己有点小期待啦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啰 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旅途 打批头就到这边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 傍晚下午新好评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